欢迎收看106年3月16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帮 新闻的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 今天的新闻焦点 高雄市子官老人日间照顾中心 16号正式启用 这是高雄市第18间日照中心 市府成功活化闲置空间 真正落实长辈在地化的服务及照顾 骑进渡轮3月21号起将要调整票价 但用电子票证 票价也只要20元 整整便宜一半 轮船公司鼓励民众多使用电子票证 一来省嫌也能加快搭船的速度 引发拆迁正义的果菜市场 小地主与市府的行政诉讼案 法院15日宣判 请求撤销公告执行征收处分 无效部分 判决住户败诉 新闻首先来看到高雄市子官老人日间照顾中心 16号正式启用 这是高雄市第18间的日照中心 市府成功运用活化闲置空间 将设施老旧的活动中心重新整修 真正落实长辈在地化的服务及照顾 高雄市子官老人日间照顾中心 16号正式启用 市长陈菊亲自到场参与街拍典礼 不仅受到在地长辈和民众的热情欢迎 同时展现市府积极推动社区照顾的决心与成果 我们今天25岁以上要到70岁 这个年代里面对台湾的经济发展 这个时代付出很多 高零人口急速增加 为了照顾更多长辈 市府深入培植长照服务 让偏远地区的老人家也能受到照顾 将年久耗损设施老旧的子官儿童老人活动中心 历经15个月整修重建 成为高雄市第18间日照中心 人们要看这个社会 说你是不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进步的社会 就是要看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的主属这些 对老人 欲世这些没人这些困难的人 那种的态度 此官老人日照中心整修后 空间明亮舒适 内部摆设古色古香 让长辈在怀旧的氛围中愉快生活 同时设置交易厅 餐厅 厨房 附建区 和多功能影视区 并配置社工照顾员和司机 总共可以脱收30位长辈 我请大家 安心 我相信蔡英文总统的政策 这种对老人登记照顾的政策 就是要让我们上一台 可以说对台湾经济发展很打扮的人 在这个厨房 受到我们这台好好地友好 陈菊表示 未来市府将会朝向活化闲置空间 办理日照中心 像是废弃学校用地 农会仓户 离活动中心等等 提升在地长照能量 而向子官日照中心 可以说是活化闲置空间的典范 真正落实长辈在地化的服务与照顾 港东新闻吴炳元曲初凯采访报导 目前高雄市共有18间的日照中心 不过大多分布在三名林雅凤山区 而偏远地区的人口老化严重 更需要日拖照顾 目前政府正大力地招募照护人才 试图克服城乡差距 及人力方面的阻碍 让日照中心在地化的发展 偏远地区人口老化严重 却因为照顾中心分布不均 出现医疗城乡差距 以及人力资源不足 成为长照中心最大的难题 因为现在我们高雄市政府 社会局它推动的就是一区一日照 然后我觉得目前就 目前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还需要再继续加强 因为在城乡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虽然说高雄市现在已经合并了 不过比如说像我们子官 或者是更远的弥陀阿连 其实这些地方我都觉得 还需要再加强更多的一些老人福利 长照措施之类的 根据高雄市社会局资料统计 高雄市制造中心光石三明 林雅及凤山区就有十一间 另外北高雄 岗山 岐山及子官区合计也有八间 然而地处偏远 更需要日拖照顾的 像是陆竹 湖内 及位在山区的纳玛夏 目前都没有设置老人照顾中心 特别是制造中心必须具备的交通接送功能 偏远地区执行上也的确很困难 现在是38区每一区都要设置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没有城乡差距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全高雄市38区 日照日拖合并起来 已经全部都有建制这样子的目标有达成 除了日照中心的设置 也需要人力资源来照顾这些长辈 但有医院同生长照服务的人 却不一定愿意到偏远地区任职 目前政府也积极广招人才 试图克服所有在照顾老人方面的阻碍 长照人力的媒合训练 还有相关的一些宣导 我们上个礼拜才办了一场 这个礼拜六还有一场 礼拜天还有一场在纳玛夏 所以您关心的城乡甚至说原乡的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全部都有在积极布点 只是能否如政府预期 一一克服各项难关 仍待时间考验 不过让长者得到完整的身心 在地化的发展是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如此才能让长辈熟悉自己的家居或社区安全 活得健康 家属也放心 港东新闻吴炳源徐淑凯采访报导 再来看到迄今渡轮 3月21号起要调账票价了 但是票价出现两种差异 全票的现金价要40元 而用电子票证只要20元 整整便宜了一半 轮船公司希望鼓励民众 多使用电子票证 加快搭船的速度 不过对外地游客来说 来不及买卡 就只能多投一倍的钱来搭船了 带着快乐的出游心情 全家大小来搭渡轮 要到骑进玩 每个人都得买船票 但是投现金 还是用一卡通刷卡 票价大不同 调涨之前全票要25元 调涨之后要40元 足足涨了六成 不过用一卡通刷卡 不受调涨的影响都是20元 等于是现金价的一半差很大 不合理吧 为什么 因为我是观光客嘛 所以就一般不会办那种卡 可以接受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用卡还蛮方便的 费率查一倍的话 就是应该要 就是标示清楚一点 或让我 因为我们游客可能不清楚这样子 游客你附委也不知道这个区别 轮船公司表示电子票证已经是现代趋势 而为了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 以及反映营运成本 因此3月21号起要调涨渡轮票价 鼓务励民众多使用电子票证 卡片通过的时间绝对是在零点几秒就通过了 通过我们票杂 那另外的头线的部分 我们还要查核头线的一个前数够不够的这样的频率 我想三到五倍的时间是跑不掉了 因为我是环岛嘛 所以就这待几天就走了 所以也就还好啦 我也特别去想要购买那个卡 不过现金票价一次就调涨了六成 拉大使用电子票证的价差 等于强迫民众使用一卡通 如果增开一个通道 区分头线和刷卡入口 轮船公司表示有困难 所以说已经有四种专用道了 那如果再加上票卡的专用道 那会变成六种 我想复杂的一个动线 对旅客其实是不方便的 在疏导上面不方便 所以说我们才会思考说 那是不是用一个票差 差别费率的部分 来提升这个电子票证的使用效率 为了鼓励民众使用一卡通 达渡轮 轮船公司寄出差别票价 虽然有明确公告收费方式 但是对初来乍到的外地游客来说 没有卡就等于要多花一倍的钱 才能够完成旅程 港东新闻张世民赖昌邦 采访报道 国菜市场拆迁诉讼案 法院宣判 其中请求撤销公告 执行征收处分 无效的部分 法院判决住户败诉 至于是否征收住户 请求收回土地 判住户胜诉 消息传到同样也在等待 诉认结果的 前阵第一公有市场摊犯而理 心中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希望司法能够和弱势百姓 同一条阵线 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即使已经被公告要退场 不死心的摊位店主 仍守住赖以为生的小店面 这里是前证区第一公有市场 目前还有几家店面开门营业 听到法院对食权果菜市场 小地主的判决 心中百感交集 因为他们也提出了夙愿 要争取自己的生活权益 如果说你光是用桌的 没有证据 他根本不会理会你 但是以现在来讲 现在的这几案的时候 在司法上 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一位的偏袒市政府 我这里菜市场已经 百里拖胜 我们十八年了 因为以前 五位断与市长 他的洛源 先建后策 六年内 把我们建好市场 结果现在一直拖到十八年 我们等十八年都没有 这就会准备了一碟厚厚的资料 是这二十几年来和市政府公文往返的证据 从配合开发搬迁到等待新市场落空 每一次的会议记录都被妥善的保存着 因为这是要和市府周旋到底的筹码 期待司法正义会和弱势百姓站在同一阵线 现在要拆我们这个市场 不合道理 我们这个市 我们是市场那边 换到这边来 换到这边来 是要准备要盖 要盖新的给我们 结果没有盖 还没有盖这个就开始要讲要拆 店主们说 当年有许多人相信政府的话 现在都流落街头 生活困苦 而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家当 如今也快要被迫舍弃 虽然他们的声音很微弱 但是一定会用尽全力争取到底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道 富有日式怀旧风情的游厂社区 中游员工宿舍 目前已经完成搬迁 为了希望保存社区的记忆 地方文史工作者结合文创设计公司 开发雷射雕刻门牌钥匙圈 希望把对社区的浓浓思念 寄托在小小的钥匙圈里 由于造型精巧可爱 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透过电脑打稿套图 将档案传输到雷射雕刻机 不到十分钟 一纸门牌钥匙圈就完成了 不要小看这笔邮票大一点的钥匙圈 它可是满在游厂社区里的浓浓情感 每个门牌的背后 都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中游员工宿舍已经完成搬迁 留下员工满满的思念 主要就是充满怀旧风情的日式建筑 让人舍不得 但为了配合开发计划 带不走的也不能留下 所以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社区文化保存协会发起门牌制作的想法后 没想到立刻获得广大回响 还有人从北部下订单 就是希望能对宿舍留下一份纪念 协会更出版期劳访谈纪念刊物 希望不论时间如何流逝 都能够留下曾经的点滴 港督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导 警政消息 高雄市一名有毒品及窃盗前科的理性男子 涉嫌窃取被害人的机车后 隔天骑着脏车出现在被害人住家附近 结果被眼尖的警方锁定上前逮捕 过程中嫌犯还企图把藏在身上的毒品丢弃 也被警方试破 警方将依照窃盗罪嫌 以及违反毒品妨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警方前一天才接获被害人报警 说有机车遭窃 正前往附近访查 调阅监视器时 刚好看到嫌犯骑着偷来的摩托车 从旁边经过 远警机警立刻呼叫警力支援 同时上前追捕 果然在左营军校路的巷弄内将他逮捕 调阅监视录影器 巧遇理性嫌犯正骑乘机车到当地 又要趁机犯案 于是进行追捕 在军校路二项将其栏查 并于现场查获一小包海洛因 0.2公克 医毒品及窃盗移送法办 理性男子坦诚是因为看到被害人 机车钥匙为拔心生歹念 顺手将机车偷走当作逮捕工具 但嫌犯犯的罪可不止这一条 原来警方在追捕过程当中 看到他慌张地将身上一个夹链带丢弃 结果查出里头竟然是一级毒品海洛因 本所呼吁民众不要贪图 一时方便 下车一定要拔钥匙 才不会让歹徒有机可蹭 以上的呼吁请民众要注意小心 嫌犯本来就有多项前科 如今又因为偷车藏毒两项罪名被逮 一时贪念最后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全案将因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将嫌犯移送法办 港都新闻李嘉隆王思武采访报道 提供您一则艺文消息 墨色一般人认知可能就是黑色 但是在艺术家的世界里 墨色其实是有五种颜色 幽人神谷在高雄春天艺术节中推出 墨具五色 就是将颇彩画家的画作 以多媒体投影的方式 和幽人的骨身及肢体做结合 让大家看到最科技也最色彩缤纷的 幽人神谷 幽人团圆在舞台上打出震撼人心的骨身 而舞台四周则投射颇彩画家 柯淑林的画作 这是幽人神谷2017年全新创作 墨具五色 创作起源于书法家董阳子的一副墨宝 而领悟出一墨而五色剧的相声关系 这一出全新创作的古剧 同时结合巨型铜锣 色笛等不同契约 另外幽人团圆也开发出新的肢体表现形式 强调肢体揉劲和旋转律动 更特别的是将颇彩画作局部切割 投影在舞台上 让幽人的演出和画作对话 展现完美融合 书林老师他用了很多的彩 用了很多的墨 跟彩跟墨的交汇的时候 他产生了新的颜色 新的语言 所以这里面我看到很多的音乐在流动 看到很多的肢体的可能性 应该说是有背头地面和 这个佛工同影加点是三面立体的一个同影方式 所以出现了一个现场的状态的意境 好像就是让那个演员置身在画镜里头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作品 墨剧五色邀及当代剧场界大师 包括艺术 音乐 书画 灯光 影像等名家 共同创作 营造一场舞台表演者和空间之间的绝妙意境 是高雄春天艺术节中的另一大亮点 以优在台湾这样子一个非常具有特色 然后呢具有深度的一个演出的形态 然后能够来这边跟我们的高雄市民分享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这边也是非常鼓励 也欢迎我们的高雄市民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墨剧五色用最新颖的科技投影 带领观众进入一种与古老共生的全新意境 用最优人的方式在舞台上诠释生命本质 4月21 22号 您不妨走进文化中心志德堂 感受优人神骨道义合一的理念 港督新闻张世民赖昌邦采访报道 随着科技进步 虽然手机平板也能够阅读书籍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接触实体书本的真实感 左营区新夏里里长黄庆德 因为自身对书本的爱好 便联合出版社在巨弹广场前举办书展 七年下来果真大大提升了里内的阅读风气 亲子教育科学探索一文生活 各式各样的书籍应有尽有 不过这里可不是连锁书局 而是新夏里举办的联合书展 身为爱书人的黄庆德里长 为了提升里内阅读风气 便与出版社合作 在巨弹前广场举办联合书展 出版社高雄市出版公会 理事长陈理事长给我们协助 来邀请三百家出版社 来做联合书展 当初有一些遇到人说困难 有些困难一一给他排除 除了推动里内的阅读风气 针对上了年纪的长辈 里长也安排各式各样的运动 更把里内的脏乱点 翘首变成美丽花园 让大家有休闲游气的空间 我们里内有磊球队还有篮球队 这时候先做一个磊球场 然后旁边来种花 种花我们也要多感谢 我们里内有很多的志工 志工这样无私的奉献 把这块荒地把它整理好 现在都很多里面都会走过去 平常以前没有人敢走到那边去 能进能动的黄庆德里长 创意点子更是源源不绝 难怪打造新夏里成为幸福乐活的 一具社区 还有更多关于新夏里的精彩故事 都在3月16号晚间9点首播的 公立后立灾 港独新闻综合报道 目前高雄市的整体景气 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一项重要参考资料 就是高雄市政府地震局的 土地标售率 地震局在周四的一场 公开土地标售中 13笔标售土地 共有11笔标出 脱标率达到85% 是近距罕见的情形 也是今年首度突破八成 地震局表示 今年第一季开发区土地标售 共有50个标封参与投标 其中13笔土地 共标出了11标 合计标售金额达到9亿2000多万元 拖标率达到84.6% 显示投资人 看好高雄房地产的未来发展 另外这一次土地标售 最热门的区域 首推凤山的华凤特区 两笔土地 共吸引了22个标封投标 竞标情形相当热弱 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nast前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应时多云 气温18度到25度 南投台中张卦云林嘉义地区应转阵雨 气温16度到23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应有雨 气温14度到18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应短暂雨 气温10度到23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祝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的一天 我是赖昌邦 我们明天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督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3月1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 小周度的必了保存 2 小vi 都有贊逅 2 小 supported sí 1 对我们是 tadi Management 6 小时后 9时 請追思收看 最愛你的公立 給你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